记者吕一轩台北报道,我南泰友邦兔瓦鲁总理索本家,Aniel Sosin-Saproger,来台访问,总统今上午将接见。 外交部上周发布新闻稿欢迎索本家,但竟把索本家英文名字拼错,将Aniel物质为Elean,一笑大方。 事实上,外交部近来对外发布新闻稿多次出错,除了有邦总理名字判错,也无知外国驻台管处英文名,断交英文新闻稿中也出现事实错误。 兔瓦鲁总理索本家正访问台湾金江与蔡英文总统见面,但外交部11日所公布的新闻稿中,竟然将索本家英文名字中Aniel错误拼成Elean。 该新闻稿发布两小时后,外交部才在媒体反映下,紧急更正观望新闻稿,但以往类似错误,外交部会迅速通知媒体更正,自此也没有即发更正版令。 我与多名尼家于本月一日断交时,外交部长吴钊谢临时召开记者会,会中指出多国自2016年底其两度与中国进行建交谈判,但外交部经文新闻稿却写多国总统,梅迪玛自2016年其两次前往中国谈判外交关系。 Since 2016, President Medina has made two trips to China for talks on establishing diplomatic ties,与中文版叙述明显有出入。 写经查证,多国是两度在第三国与中国进行建交谈判,并非在中国,显现英文新闻稿内容出错,错误不止这两处。 欧洲经贸办事处,以外交部于本月9日举行台欧盟关系30年回顾与前瞻论坛,外交部也在新闻稿中把欧洲经贸办事处英文名称European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写成European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,把Trade,贸易,物质为Cultural,文化,同样在媒体告知后更正。